大家好,我是Stan 在米尼锦记者会之后 支持米尼锦的风向越来越强 指责嗨部的声音变得也越来越大 一开始说,记者会包含了许多不时之处 没有必要一一回应的嗨部 在25号下午再次发布了官方声明 反驳米尼锦在记者会上的12个发言 确实是 大家重新看一下从礼拜二开始上传的影片就能知道 韩网的风向是怎么有了巨大的改变 有亲自看韩网的人应该知道 这些算是已经很过滤的内容和留言了 记者会之前,实际韩网那边的反应是更严重的情况 丹米尼锦一次的记者会就改变了这个风向 迫使海骨立即重新做出了回应 对于声称读取经营权只是开玩笑或闲聊的主张 对于主张进行赔偿不足的说法 对于有人声称在未回应内部举报邮件就直接进行监查的情况 对于声称未接到有关资讯资产回归的主张 有关承诺已首个女团出道的主张 对于牛津斯出道时不要做宣传的主张 对于只疏忽牛津斯宣传的主张 虽然海骨一向一向反驳了这些内容 但是在韩网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 反而是指责海骨赞扬民进的天文留言占了绝大数 因为有很多人发私讯问 韩国风向这么一瞬间改变的理由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想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不是针对这件事情是谁对谁错 因为这个只有他们内部人士才知道真相 今天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觉得韩网反应有如此巨大变化的理由 应该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首先是迷连的这句话 当然合约不一样职位不一样会有各种因素 但是在韩国男生的工资普遍比女生高 即便是能力差不多也有很多这种情况 就算不分男女 大家没有过明明就是我做的更好 我做的更多 就是因为没有做好社内争执 所以对方更受到管理层的照顾 待遇也比我好的时候吗 然后就是在韩国这种前辈后辈非常分明 差一岁也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社会 上过班的人或者是餐厅也好 哪里也好打过工的人 在看到民进记者会的时候 先不管谁对谁错 真的会有 哇 穷了希望了的 的感觉 一开始 西昂宁击文击 到后来的西班举报给这些 一个女生 当然不是说女生就很弱 现在虽然好了很多 但不能否认 还是会有很多有父权意识的人 总之一个女生 在自己所属的行业 对那个行业最有权威的人 最有规模的公司 破口大骂 有什么说什么的那个霸气 真的是有一种吃了100个地瓜后 喝了一瓶很冰凉的汽水的感觉 当然在正式场合说低速的话 是很不好 但看记者会直播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是 是有多受到委屈的话 能在韩国这种风气的社会 在记者会说出那些话 我自己想象过 如果今天我是米尼金的话 我可能也会顺其自然 只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已 反省反省 我再强调一下 我现在不是说米尼金没有错 海北有错 或者是海北没错 米尼金有错 那些是法院要判断的事情 只是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极少数人 能将自己的真心传达给他人 米尼金在记者会上 给很多人看到的真心 并且他很好地将其融入故事中 让很多人看到后也感同身受 所以在韩网才会有了这么大的反响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有没有因为记者会 而对米尼金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如果有的话 是哪个部分动了大家的心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韩网收到很多关注的一个贴文 在这次的MV中 以台湾青春电影女主角的风格 出现的女性子Honey 太可爱了 哇 这个发型怎么能这么适合呢 又漂亮又可爱 真的希望能去台湾 演一个从海外来的高中生角色的戏剧 那就太好了 接下来 也许是不离是不离响 接下来 至于 extend 这就 shining masa messed 在那边 已经没了 跟直接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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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